此番东游之行 在下着实收获有多 这便是王岛的真谛了 我拿起这把剑 是为了天下苍生 别输吧 剑斩云山 不要妄想让我沉沦为恶魔了 火燎魔心 现在 我有资格拿起轩辕剑 请交给我吧 我会摧毁一切的邪恶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 接下来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这个最终我的IGFB Twitch BeeBeeBee 还有Discord 好 在今天优城在你 微信官方公告了这一次 圈圆剑3的联动赛特 这个天赋的部分 还有技能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属性 是岩属性 然后狮子是侠客 宇文托尔他也是侠客 然后属性也是岩属性 那天赋的部分 火神降临气血越高 伤害跟岩属性 岩属性免伤越高 那最高可以提升到25% 哇其实蛮多的 这蛮多的 而且还是送的 好 那主动攻击造成伤害之后呢 对目标施加燃烧 主动攻击就有了 这两个回合 那主动 主动攻击对待中有几率 就是气血越高 这个几率就越高 可以触发重击崩山 跟那个 李靖的效果 触发几率一样 好 那 那这个 重击崩山呢是暴击率提升20% 并且可以发动追击的效果 好 但他没有说 主动攻击哦 主动攻击就触发了这个buff的效果 然后这个buff效果 嗯 是当下就会触发这个暴击跟追击吗 还是下一次 应该主动攻击 当下如果发动的话 应该就会直接有才对 呃 这边补充说明有些吗 看起来是 看起来是可以 马上当下就可以触发追击 跟暴击率提升20% 好 这个虚音掌哈 真的是 真的是满还原的哦 哎 不是这个不是这招 是另外一招 我记得有一招可以 施加分身的 好 这个虚音掌是对方的内受 电到0.4倍的伤害哦 看起来是直线攻击 并施加麻痹的状态 持续两个回合 造成伤害后 在目标附近召唤一个分身 哎对啊是这一招没错 但是这个gif档 哦呦呦呦在这边 比较小 就是送出去之后 他的分身会在这里 那这个分身是继承 自身100%的属性哦 然后 期待进的是天然迅闪 跟 这个傍晚崩伤进 角龙方身哦 我以前很喜欢用角龙方身这一招哦 好 那分身死完的时候呢 可以驱散召唤者两个debuff 并恢复 50%的气血哦 那分身最多只能存在一个 好 哎这个 很有特色 而且他死掉又可以马上恢复气血 很猛哎 好天然训赏哦 天然训赏很帅 而且这招还不用7DG哎 那7D不知道几回合啦 好他的单体技好是1.4倍的伤害哦 那暴击就可以提升到15% 然后本次攻击对战中如果受到致命伤害 则免除死亡哦 那对战后 恢复100%气血 且可以从自身三个内选的一个友方 进行位置互换 赛特的专属技能哦 战后可以恢复自身全部气血嗯 不过他没有说这个 致命伤害免除死亡这一个 只能触发几次 看起来没有特别险应该可以无限触发 把 对啊看起来是 他没有特别写 所以感觉感觉啦 看起来文字叙述可以无限触发 然后因为你 假设770%的话 你放天壤迅伤主动攻击 他的暴击率就是又提升28 我靠很扯 这招真的是 很夸张哎 只要不要被上禁了的话 那基本上赛特的假设那一次被 遭致命伤害嘛 他的气血就会马上回复 如果禁了的话就不行了 OK 霸王崩伤禁 这放我内说的DM到0.7倍的伤害 这个放我看起来蛮大的 看起来是三格的 那暴击率提升到30% 蛮多家暴击的 与目标距离每多一格的三格甩减10% 目标系在燃烧状态则 暴击伤害LIT到15% 这个也蛮不错的 搭配安逸啊 泰斯之类的可以 效果蛮好的 好自言旋流 我记得这一招是 自言旋流这一招是 招不是绝学里面的 不是旋软剑三赛特绝学里面 我记得是招式里面的 好像是一个底 一个buff吧 主动使用对方文件的所有电子招 所有友方 施加火佑buff 岩鼠向友方获得神略1的状态 而且三回合 火佑呢是岩鼠性 免伤提升30% 遭受岩鼠性攻击后消失 OK 岩鼠性免伤OK 那打一些火属性buff 火属性的boss 蛮适合的 角龙方针将是被动 暴击率提升7% 主动攻击 为造成暴击的话 则获得续境 OK 没想说我刚想说 赛车应该很难不暴击吧 暴击是这个续境是暴击是 提升20% 而且可以叠加 你只要主动攻击出发 暴击后就移除 不过啦这个就是 那你尽量可以暴击的一个被动 是也还OK啦也还不错 你看长驻就是暴击上升7%了 好神面绝学的部分 三个内存在这个有吸带 燃烧状态的单位的时候呢 你物攻可以从5%一直到4% 满心就是4% 主动攻击造成暴击后 恢复自身气血 哦那还不错 哦跟剑柄有点类似 不过这是要触发暴击才有 好 啊有正法 悬雷萃火阵暗跟雷 OK很明显就是 搭尼可跟那个李靖哦 那 呃后面的是自身气血越高 伤害跟暴击越高 OK 哦其实还蛮不错 而且是送的 好这边就参考就好了 哎真的很香哎这一次 大家该回来了吧 有赛特还不回来各位 好了 那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师一起做讨论 那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我的IG FB Twitch BB 还有Discord 感谢各位 请你收看 那晚安 拜拜